歡迎一代廚師, 陳師傅 你好… 不同的荷蓮食品各有千秋 雖然我們是中山人 不過我很喜歡吃潮州的荷蓮糕點 女子喜歡吃甜食, 我喜歡吃鹹食 所以我想吃潮州二燈 為什麼? 很高級的座椅 座椅 好, 今天會教一個潮式的手打魚蛋 很厲害 材料有什麼呢? 一些鮑魚、肥豬肉、瘦豬肉 大地魚做出的粉 是 我們準備了這麼好的碗子 魚膠嗎? 是 鮑魚… 鮑魚 對, 之後我們用肥豬肉… 肥豬肉… 要加多少? 加了, 剛剛好的份量 在我們前面有一道羊湯 羊湯 先加上湯 羊湯 全部倒進去就行了 蛋白… 也是全部倒進去嗎? 我怕你回去再加碗子 好, 弄得差不多 我們看到已經很厲害了 是 我們就加少許醬油 加一倍的醬油 為什麼呢? 將它的顏色更漂亮 好 再加少許大地魚粉 攪拌均勻 安仔期待了很久這件事了 對, 搓它 搓它 搓它要用手撥起水來貼 就這樣 對, 現在我們叫做擠魚蛋 放在碗裡 很大路… 接下來的步驟就要炒了 我們先拿這些 剛才加上湯裡有一點蠔油、糖 然後攪拌均勻 把意粉的大利魚粉灑上去 不用太多的大利魚粉油 接著加上蝦子 我喜歡加多一點蝦子 好, 完成了就攪拌 好 上碟 試吃 好 我這個很好吃 是嗎?試試炒粉絲的 我先試炒粉絲 可以的 其實這一味的朝鮮蝦子魚蛋 很容易煮, 是嗎? 大家不妨去試試 師傅, 下次再教, 做好東西吃 好, 沒問題